由儿童及国高中学生当老板的市集 一日老板儿童及青少年市集 在母亲节前夕 是在花莲的妇幼青创园区举行 22个摊位在爸爸妈妈协助之下 小朋友们各自有模有样 卖起自己准备的点心、作品还有音乐表演 许多的民意代表都到场响应 用新台币给予最实际行动的支持 母亲节前夕 由幼儿、国小及国高中生当老板的 一日老板儿童及青少年市集 13日在花莲副幼青创园区登场 22个摊位在爸妈协助下 带来美食、玩具、才艺表演等 连封兵国中也都带来首辉作品 让小朋友行销自己同时 也学习接触人群和贩售等过程 在我们封兵国中 在我们课余的时间 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多的一些艺术家 来帮我们的孩子来进行画作的指导 这些画作事实上内容是要非常多元的 而且在里面的一些画作都展现出 我们孩子的各种的不一样才华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到台北去展出他们的一个画作 是制画相由主题 那今年我们在这次一日老板的这个 这个就是涉滩的部分 将一日的今天的所得也是未来 我们在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计划也是要到台北去再次的去展出 他们最近的一些 不管是绘画作品 或者是一些立体造型的作品 一日老板呢是我们家庭教育中心 今年第一次办理的一个活动 那一日老板儿童及少年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市集 最主要呢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能够从我们产品的一个设计 动动脑我们要卖什么东西 还有我们摊位的整个的一个设计 乃至于今天的一个重点 我们要怎么去推销行销我们的产品 让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刚刚我们的半张主持人有讲最终目的是什么 把产品卖光光 对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一整个活动呢 其实大家花了在前置作业 花了非常的多的一个时间跟心力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亲子 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小朋友们 感情越来越融洽 我想在讨论的过程中呢 或许会有一些的意见不合 一些的摩擦 但它都是促进我们亲子之间感情的一个动力 华联县家庭教育中心表示 借由活动让孩子亲身参与摆摊过程 除了培养而少面对陌生人的自信与亲和力 最重要的是能体会父母赚钱的辛苦 另外像立新基金会彰化分事务所等单位也都带来演出 为活动增添热闹气氛 不少现议员也前来响应 用新台币和行动给予小小老板支持 记者长方言 这边黄女士报导